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大棋队在全台湾全国要好多大棋队 绿营之之后好像大棋队有点少了 这是我侧面听到消息 这边我来请教中立大棋队的队长可蒂 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蒂 李大哥 爱台湾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可怜 这个问题我们有清新的了解 其实那个人当以空一两年选季的时候 那个人进行创造就跟我们分析了 民进党如果这政他们都分析给我们听 如果这政什么他们会做 什么他们会做 简单说 现在民进党政权 这政材现在这么久了 大家都去干票 但是在我们基督来说台湾也有很多人 就陷入什么 这个庭音 反音 在那边 现在就是内斗啦 我很喜欢美国总统说的那句话 在我个人因为美国总统说的头上都是听听就好 但是他那句话是真的 就是一切要以美国的理由中心 我个人来说 我因为老实说这个社群也好 台湾的政治也好 我公平我看不见 我哪看不见 但是我有时候不管我接到什么咀嚴 就像现在台湾应该是对民进党的政权 当然我们自己也要骂 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也是我们选择 民进党政权 你如果说政权放弃 让这个摄政府 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再起来 那会更害 我想他做英勇帝博清留意说的 我们是公民 我们是这个土地主人 我们绝对有主角来基点这政党 但是要自己经理 效法 以台湾的理计为中心 不能帝博招 帝博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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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都会飞去 可是当你对事不对人就好了 对对对对 可是针对蔡英文嘛 针对蔡英文所作所为 对对对 你是老闆耶 对对 蔡英文是你辰的耶 对对 现在还要当总统嘛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你们有所不满 本来就是嘛 对 你刚才讲内斗这两个字 对 我觉得我个人的理念是这样 内部矛盾是OK 对 这我还说不到斗的层次 内部矛盾各有各的看法 但不要有外部矛盾 对不对 对 所以内部矛盾是代表民主自由的分明 对对 外部矛盾没有 就跟美国一样 对对对 香港党可以吵了半死 对 对外一致 对 这个比较重要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很多事情 我觉得是acceptible 可以了 可以接到 那 那 瑞姐你怎么看 是啊 对峙部分 我自己一直觉得 其实我比较 以他们现在执政到现在 这样子说 应该说他这一次选总统开始 我觉得他跟第一次就不一样 我一直认为 当然是不是他的意思我不知道 但台湾一直慢慢 由于民进党改变的作风 把人民慢慢往前推 以前人民 台湾人民最常起来 最习惯靠一个政治人物明星 或者是一个政党 事实上真正的民主国家 人民是要站在前面 政党跟执政者 他们都只是人民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 人民的意志要在他们前面 才可以引导政治人物 要做人民想做的事情 如果说我们只依靠一个名人 有能力的人来带领这个国家 或者是依靠一个政党 台湾永远都是在无形的殖民体制下 而且也很容易产生暴君独裁 所以这个责任应该是人民 并不是所有的政党 现在政党轮替我们就是监督 在监督下有很多的批评 但我也希望大家有很多的提出自己的看法 如果说只是批评 我相信也不会进步 在这方面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下 也不会被有心人去见缝插针 来分裂了我们 要国家是我们自己 并不是为某个人 某个政党建立国家的 是 绿营执政我个人觉得监督力量 要比以前更加强烈 不能松懈 对 要更强 一松懈你就知道说还是有问题的 因为台湾人民长期来真的很辛苦很累 也很害怕 所以现在他们执政有很多人就休息了 我这边有个概念想跟你们稍微讨论一下 那个名字 古代的人民的名 是把奴隶 把眼睛刺瞎 称为名 所以在你背后有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 就是把眼睛刺瞎 下面那个刀子往上刺 把眼睛刺瞎了 这叫名 所以当你们用人名的时候 人名相对有一个相对的概念 在中国文字上 经常有相对概念 人名相对就是官 官不以民斗 什么之类的 都是名跟官的概念 所以我很不喜欢用名这个字 所以我特别放到那边 就是说我们以后讲老闆也很好 老闆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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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参加台湾的记者会 教族协会记者会 他说我们要抗议 刻刚微调 还没开始我就举手问了一句话 教授们 为什么要用抗议两个字 我今天请了一个费用来我家做事 他事情做不好 我要跟他抗议 不是嘛 我要谴责 川普讲的又要FIRE 对 我是老闆也 今天政府做不好 你們是老闆 跟他抗議嗎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 用很多華文這個字 都中了國民黨的毒 對 所以這殖民體制教育很可怕 這真的解枝要從最基礎 我們常用的字眼去解除 所以相對 現在即使是綠營執政 他們有很多很多的困難 包括人民的思想 包括我們老闆的思想 也是會會走症 對 他們不准 不要去聽你們的 他說謙卑謙卑要去聽你的聲音 就我們經常有一個 海外的台灣人 台美人回來 也有機會跟蔡總統 蔡總統 跟他見面嘛 蔡總統說他點點說笑一笑 有聽到嗎 可能有啦 可能他的表現 很像沒有 不然民調怎麼掉那麼低 李大哥 我跟你報告 真的 那時候選舉前 就是2016選舉前 蔡教授都有跟我們分享 他對蔡英文的判斷跟預設 準不準 準啦 很準 準準準 真的準準準 但是我自己在一般的生活 也有聽到一些聲音 對 我有一個朋友 他們是在在南部養豬的 有豬場 那因為在蔡英文總統選舉之前 各地去拜訪 包括他們 他們都有接觸 然後他說 這個就是有參觀過說他們那個養豬等等都做得很好 那他也希望說如果說他有選上的時候 他會再回來跟鄉親溝通 真正他選上了他的什麼幫 來瞭解一下民間這種企 這應該算小企業吧 對 結果他真的去了 他去了 不錯 對 我這個朋友告訴我說 說到做到 他問我說你們在社運界對蔡總統的表現 我說現在媒體已經講成這個樣子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說不過 畢竟政治界跟社運界跟一般人民的生活是不一樣 一般陶雞普羅大眾的生活不一樣 所以他告訴我 他們有 他還跟他們用了一餐 對 就吃他們的豬肉這樣子 對 然後他就講說 他問我的意見 我就把我剛才的想法告訴他 然後他就講說 他奇怪 我們跟他講他的民調什麼等等 他說他很有信心 對 這個是他跟一般的 因為他教授出生 他可能生思磨慮 這樣很多 因為事實上你執政以後 碰到他們藍稀稀的官僚那麼多 對 你要動的話 除非是革命家 全殺 對 全殺 像川普這樣的人 對 但是美國有一個制度 叫Spoil System 分章制度 好 就是說 共和黨上去 全是共和黨 好 那民主黨上去 全部是民主黨 對 他們是這個Spoil System 這種政治做法 講好聽叫政黨政治 對不對 講好聽 但是我們看到 蔡英文上去以後 用的人不是全部都民進黨 是 有很多 還是很多 新黨 新黨 親民黨 對 對不對 這就是 就是 沒有辦法 你要做什麼就怎麼做 反正你可能到前面就被擋掉 我想 大家都有在上班過 其實在我們跟客戶 來往的當中 其實 這一般來講做生意最難搞就是小鬼難產 底下做事的人 他們不動 你換個頭 不動就是不動 對 所以這需要大家 也給他力量做 然後當然 批評跟監督是不能少的 是 對 好 今天非常謝謝你們來到我們彭美 跟我們大家講一下你們的看法 我相信這種談話雖然很普通 但是呢 Handle 參考的地方 謝謝你 一見 跟你大哥學到很多 謝謝 對啊 各位鄉親和朋友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我們遠從中立來的貴客 來到我們現場 非常謝謝你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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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大哥 I'm just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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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bine I want to give none Share I want to give a��乾 I'm just say I want to give later I want to give no cheers I want to giveляются I want to give the sake 谢谢观看